现在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虽然说有谈 但是呢双方提出来的 你想要的我想要的谈得拢吗 好明天还要继续谈 我们先来看白俄罗斯临近的边境 好我们现在首轮谈了三个小时 五回合坐下来谈 泽伦斯基不在普丁也不在 派代表来谈 但是现在呢泽伦斯基说 他已经签了 布加北约 好那加欧盟可以吗 哇天哪这不知道耶 要求俄罗斯立刻撤军正式申请加入欧盟 其实如果入欧盟的话呢 就比较从军事的协防变成什么 经济面的欧盟 但是话说来 英国都已经退了 嗯乌克兰你确定要加吗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呢双方等于是有一点边谈边打 因为呢战争还没有结束 那预计呢 将会在最近几天 可能最快明天会再进行第二轮的谈判 只是呢现在边打边谈的情况 我们也看到了今天还是有很多的战火不断 包含我们在社群媒体 大家常会看到很多影片 但是战争的状况底下 其实有些影片真的 有些影片是假的 大家还是要多做判断 好基辅市中心呢 又传出了这个爆炸声响 这是在乌克兰的第二大城 现在呢哈尔科夫也遭到俄军的炮击 等于是俄罗斯呢他从东边一直往基辅再往西推进再打过去 造成了一死三十一伤 最近呢有很多战争的这个比较详细节曝光 等一下我们都会一一再跟大家来做说明 我们先来看到底乌克兰要什么啦 现在呢总统泽伦斯基说 他签了一个乌克兰要加欧盟的这个请求 好乌方会谈当中 我可以我反正他就是想要加一个什么 那他现在就是要加欧盟 但是俄罗斯你必须要撤军队 而且这个撤不是说现在你到我乌克兰的撤退哦 他是说包含2014年 占领克里米亚跟顿巴斯地区撤出 光是这一点普丁已经拿到手了 他会愿意吗 好就看怎么谈了嘛 那俄国的谈判代表呢 这个梅金斯也表示 接下来呢在波兰白俄罗斯边境呢 会再进行下一轮的谈判 只是现在呢有一些detail包含了 好战争的日常 总统战争的日常 大家看了真触目惊心啊 这是泽伦斯基 他呢跟欧洲的理事会主席Charles 在2月25号晚上战事已开打 他说那时候他们还在讲电话 当时呢他就跟他讲说 查尔斯查尔斯查尔斯 我要挂电话 我们遭受攻击了 讲电话讲到一半 总统要赶快逃 现在呢有很多的报道 但是我们先说 这些都是西方的报道 是真是假是传闻 不知道 但是有这个报道 我跟大家来做分析 包含了英国的泰晤士报 他说呢 普丁从非洲请了400佣兵 要暗杀24位乌克兰官员 名单当中包含泽伦斯基 美国纽约时报呢 他说1月份 2到4千名优兵 已经抵达乌克兰 执行任务 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 好但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 大家都不希望 而且呢 现在包含了美国还有瑞士 也很罕见的都不中立 要来进行制裁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乌克兰俄罗斯的 最新战况 基辅外围镜头 照到的是来自 俄军的军车残骸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开战5天 俄乌双方持续交火 俄罗斯前外交部长 费多洛夫透露 这场战争将进入关键期 费多洛夫指出 由于普丁最初期望 俄军能在3月2号之前 取得胜利 但没想到乌克兰军民 强烈抵抗 加上西方国家下重手 制裁俄罗斯 都超乎普丁预期 俄乌双方僵持不下 干脆边打边谈 但经过长达5小时的会谈后 没有明确结果 双方各自返回首都 进行磋商 第一回合谈判结束后 双方继续出招 乌克兰总统宣布 申请加入欧盟 俄罗斯则是持续炮火猛攻 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再次遭到炮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是自从俄军24号开始入侵 过去5天已经发射56次火箭 113枚巡弋飞弹 最新卫星照片也拍到数 一百计的俄国军车 声势浩荡 正在逼近基辅 绵延长达27公里 一天内加速集结 扩大超过5倍 CN引述美国官员说法表示 俄军很快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 发动新一波攻击 CN报导普丁向马克宏提出 解决乌克兰危机三大条件 包含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主权 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以及乌克兰保证中立地位 普丁开出停战条件 俄乌双方是否有机会战时休兵 关键就看第二轮谈判 记得张力报导 俄乌开战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今天已经Day 6第6天了 到底联合国能办法会作用呢 联合国今天要开一个特别的会议 但是能不能够让俄罗斯停火呢 另外日前呢 这个向国际法庭不是提告说 俄罗斯犯了种族灭绝罪吗 那乌克兰外交部长呢 又发了一个Twitter 他发了Twitter 他说 意于因为现在局势紧张的关系 恳请国际法院赶快举行听证会 让俄罗斯立即的停止在乌克兰 所有的军事活动 那乌克兰的国防部呢 他们也公布了一项数据 这些照片以及数据呢 全部都是证据 就是从俄军入侵开始 一直到228昨天攻击的数据 好里面写到说 在乌克兰的城镇村庄 发射了113枚的飞弹导弹等等 他说乌克兰国防部说 这就是你看看 着火的房子冒烟的 已经像废墟被炸烂的 这就是普丁政权的血清罪行 现在要送交海牙国际法庭来进行调查 只是调查之后 这个制裁力道 普丁会不会怕呢 我们来看二军入侵乌克兰 但是他还没到基辅哦 久攻不下 现在呢外界也担忧啊 现在呢普丁会不会再加强 他的进攻力道呢 乌克兰的驻美大使 在礼拜一的时候 就昨天控诉说 俄军队乌国的使者 他动用了一个叫做 日内瓦公约 明定禁用 被称之为炸弹之父的真空弹 好据说这种真空弹 一爆下去呢 你的肺直接是会被燃烧的 非常痛苦的 痛批俄罗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成为炸弹之父的毁灭新武器 真空弹威力相当于 44吨的TNT炸药 如今乌克兰指控 俄罗斯已经动手投下了炸弹之父 炸弹之父利用周围空气的氧气 引发了高温爆炸 冲击波通常会比一般的炸药 持续时间还要长 能把附近一切的物体收成灰烬 甚至使人体蒸发 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 目前并没有得到俄罗斯 使用这一类武器的证实消息 俄军在乌克兰界内的战事 不如预期的顺利 总统普丁27后曾经下令 目前核三位一体 都已经进入了战备的状态 包括距离战场遥远的太平洋舰队 也加入了备战 核三位一体指的是一个国家 同时拥有洲际弹道飞弹 潜射弹道飞弹 和战略轰炸机三种核磁武器 打击方式的能力 同时美国驻欧洲部队 也进入了二级红色战备 也就是地面的部队 可以在六小时前往战区 有末日军机支撑的 16B通信中继机 也升空进入战备的状态 普丁原本计划的闪电战彻底失败 外媒分析国际反应和制裁的 严重程度已经超乎他的预期 大夫重挫了俄罗斯经济和普丁的威望 现在普丁进退两难犹如困兽 但也令俄乌的情势更加的危险 记者不加显不倒 好 再来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的这都是被俘虏的士兵 俄罗斯在进攻乌克兰的这过程当中 乌克兰方也奋勇的抵抗保家卫国 他们就陆续的一直po出 他们抓到了一些俄国的战俘 那乌克兰的内政部呢 还建立了一个战俘阵亡的资讯网 也让俄军的家属跟外界了解 目前的战况 那在这资讯网站呢 是乌克兰内政部他用Telegram 这个软体呢 他建立的网站会贴出 被俘虏被抓走的士兵 以及战亡的俄罗斯士兵的相关文件 照片以及影片的资料 而且还备注说会不断更新 浏览网站我们刚看到了很多的照片 那或者是他们有一些人是录制影片 上传到YouTube等等 而且这些死亡士兵呢 也不是虚构的 他们真的会po出他们的身份文件 证明等等 我们也看到其实很难过 因为呢年纪都很轻 乌克兰呢 现在国际分析啦 他希望借此呢 让俄国的民众 民心荡漾 希望逼普丁停战 如此强大的心战手法 战争有很多种 有一种是类似这种 像心理战的部分 让网友觉得这个心战手法很强大 但不论如何 希望战争能够赶快终结 只是现在呢 乌克兰全民的这个对抗的决心有多强呢 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影片了 这是一群俄罗斯的大军被手无寸铁的乌克兰民众 包围呛瞎包含两届奥运金牌得主的拳王 还有前选美小姐 现在都换上军服拿枪 宣誓要加入战斗 狠呛普丁 面对俄罗斯不长眼的炮弹入侵 乌克兰人从惊恐转为愤怒 手无寸体的乌克兰人 与鹤枪时代的俄军下路相逢 看着不怕死的乌克兰人 步步逼近 这名俄国大军似乎也愣住了 永抗俄军的超狂影片还不止一个 这名乌克兰男子为了帮自家军队开路 居然徒手搬动一枚超大地雷 手抖都没抖表情超淡定 冷静地把地雷搬到远方树林 影片还出现一名乌克兰农民 开着耕田用的义影车 拖着一辆俄罗斯装甲运兵车 仿佛在展示战利品游街示众 连乌克兰体坛也一片愤慨 长相美艳的前乌克兰选美小姐雷娜 脱下高跟鞋 平时就热爱射击运动的她 呛下普丁 胆敢从边界入侵 她会见一个杀一个 乌克兰两届奥运金牌得主马路琴科 得知国家有难 也立刻从希腊飞回家 穿上军服加入作战 乌克兰为了提振士气也特别澄清 传出全员阵亡 镇守蛇岛的82名士兵 其实全都活着 但也派已落入俄军手中 成了俘虏 记者综合报道 战争的可怕 真的超乎大家的想象 甚至呢已经出兵 从克里米亚 他是俄国战军 俄国士兵 然后到了乌克兰之后 他才知道 原来我们要执行的任务 跟上面跟我们说的 当地的情况 是这么样的不一样 我们来看 这是一位呢 传暖逊的士兵 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他跟他妈妈 最后的这个通话曝光 好 妈妈一开始问说 你怎么这么久没回啊 你真的在演习吗 他回说 我没有在演习 我不在克里米亚 他妈妈很着急 还不知道说 真的他儿子 怕要最前线 你在哪里 爸爸问说 能不能寄个包裹给你 他回 什么包裹 我现在只想吊死我自己 妈妈开始紧张 你在说什么 发生什么事啊 好 他回答说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我在乌克兰 我们在轰炸所有的城市 我们被告知 这边的人会张开双臂欢迎我们 但是他们并没有 反而是肉身阻挡坦克 还说我们是法西斯 妈妈这好难 这是他留下最后给他妈妈的话 好 俄罗斯人 或许以他们所想 乌冬都是亲俄派的 照理来说这场仗 直接派兵过去 就能够收 就能够 好 一开始普丁是说和平嘛 好 但是万万的 可能跟普丁真的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看 俄罗斯大军长驱直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呢 他现在领导 包含呢跟欧盟官员 在通电话的时候呢 好 还被迫先挂掉电话 但他也还算是沉着冷静啊 他就说因为我们现在正在遭受攻击 我必须要先挂掉电话了 那最新有一个情报指出呢 普丁好像秘密雇佣了 400名的佣兵潜入基辅 为的是要暗杀 拿下泽伦斯基的人同 前日炮火猛攻 乌克兰四处断源残壁 总统泽伦斯基没落跑成了英雄 上周致电欧洲理事会主席 查尔斯米歇尔时 更是被迫缩短通话时间 狂喊查尔斯的名字三次 从蒙挂电话 呼喊我们正遭受攻击 展现他临危不乱的风范 不过泽伦斯基身为总统 就是俄军头号目标 传出普丁 甚至从非洲雇佣400名佣兵 加入恶名昭彰的华格纳集团 下令拿下泽伦斯基和基辅市长 等23名高官人头 显然是把俄乌谈判当作延误 但持续要企图攻下乌克兰 俄罗斯华格纳集团的佣兵 行动神秘暗杀斩首从不留痕迹 好在乌克兰获得英国情报 紧急进行严格宵禁 命令所有人都待在室内 以便乌军可以在街上扫荡 逮出俄罗斯佣兵 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激烈交战 网路上也出现俄军 遭乌克兰民防兵俘虐 被脱掉裤子 绑在电线杆上 表情无奈惨遭羞辱 甚至有多名俄罗斯士兵被掳后 受伤哭问自己为何来攻打乌克兰 俄罗斯士兵正往前 传给母亲的讯息也曝光 称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正轰炸所有城市甚至平民 最后哀求这太难了 透露出被杀之前 对战争感到无比恐惧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声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